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刚刚郭智辉调查委员会扩大成立为调查所有内阁官员的财产申报 到现在黄国昌民众党所提的要调查国发基金的不当投资包山包海 我要说不要污名化国发基金 从105年到112年民进党执政的期间 国发基金的获利高达1660亿元 比起马英九执政的8年只获利471亿 蔡英文执政期间的国发基金投资大幅增加了1189亿 获利成长是马英九执政时期的3.5倍 所以如果要查国发基金的不当投资 请去查查国民党执政的时期 他的获益显然跟投资不相当 第二我也要说 黄国昌说 他因为要修正产创条例30条 大家去看看产创条例30条民众党的提案 他只是要增加条文的最后一项 要增加条文的最后一项 就要大动作的成立一个立法院的调查委员会 包山包海调查的主题不明确 就为了单一条文的单一项次 我要告诉黄国昌委员 你要召开的是修法的公厅会 而不是调查委员会 公厅会你可以邀请国发基金相关投资 你想了解的传官学员都可以来 而不是现在用这种名目来私设刑堂 巧立名目 把手伸到国发基金的投资里面 我最后要说 我手上拿的厚厚的几本 都是国发基金投资的案子 从新兴事业的投资 到中小企业 文化事业 我们的策略性制造业 策略性服务业 上千案的投资 你到底要查哪一案 你爱查谁就查谁 看谁不顺眼就可以去调查谁 这不是私设刑堂 什么是私设刑堂 不要违线上瘾 拒绝违法成立的调查 好谢谢 本来我们打算发言 但是看到黄国昌坐在那里 我真的不得不上来 因为今天 当两党吵得不可该叫 外的就是黄国昌 他提了 他说要调查国发基金的投资 那刚才本党的干事长蔡毅宇委员 他有去提到黄国昌这么做 其实目的是不是要炒作股票 炒作某些公司 那这让我想起来四年前 黄国昌真的是前科累累啊 我就举四年前的例子 黄国昌你记得吗 四年前啊 你一下子猛打大同公司 说他们公司派精灵不散 接着你又打市场派 说市场派有中资背景 结果你那么打了一打 两边都打以后 最后你达到目的啦 这个市场派就收编你 你去当了独立董事 天啊 整个社会瞧目 那金融专家 投资大众 都质疑你 搞半天啊 你为自己弄一个独立董事 好了 结果你竟然怎么反驳 你竟然说 这是社会大众啊 说社会大众 把独立董事 这个经常性的病态 看成常态 你把所有 两千家上市贵公司 好不容易在社会督促下 有的独立董事 这样子帮良善投资大众 监督公司经营的这个位置 你把人家通通打成病态 只有你才是正确的 哇天啊 所以国产委员 今天你在这边我要告诉你 可能有些公司独立董事 这个应该追究 但是我很确定 大概所有公司里面 唯一的病态 就是黄国昌 就是你这个违君子 我希望 你敢提案 各党委员在发言的时候 你就要在场 你要对 各党委员表达 从一早 国民党先造谣 民防就是要学生上战场 到刚刚 临时变更议程 拖延学府法 居然还有脸站在这个地方 干扰人家上台发言 举着拖延学府法 是我们的责任的牌子 我真不知道这个脸皮 到底有多厚 才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现在立法院扩权 要扩权到这种地步吗 现在要针对所有的首长 所有的公职人员的财产 甚至国发基金 要成立调查委员会 你们是想要取代监察院 想要取代 想要取代 检调 还是想要取代谁 好啊 如果你们真的要来调查 所有部会首长的财产 请问站在我身后这位 应该算是史上最不中立的 立法院的院长 他的财产要不要先调查 你们所有大部分的职障 地方执政的首长的财产 要不要调查 从十秒之前 请帮我暂停时间 我再发言 十秒之前才给我们的修正动议 就马上要十秒之后进入整个个案的大体讨论 这真的就是可恶啊 可恶到了几点啊 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调查委员必须要跟立院职权相关 宪法第六十三条明言规定 立法院的职权是法律案运算案建言案大声案宣战案 购合案条案 请问国民党民众党 调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 是刚刚我念过的是哪一项啊 有在里面吗 中华民国是五权宪法 你们如果真的想要代替监察院 你就改嘛 现在是国会在行使监察权吗 为所欲为到几点呢 我真的在这里严正的抗议 学府法 我所有的准备要发言的资料在这个地方 从早上到现在一点多了 大家都还没有示范 现在我们现在还好意思站在这个地方说 我们民进党在拖延学府法 请问有眼睛的所有的台湾民众都看得出来 是谁还好意思刚刚在后面在跟我们争吵 说我们在拖延 请问是谁罔顾学生的权益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坐在那边眼睛网上看的黄国昌 几个大字看不懂吗 教育优先 先生学府法 有这么难吗 如果不是你们变个议程 我们需要在这边发言推演时间吗 学生的生命 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 每一分每一秒 都不应该浪费在这个所谓的政治斗争之上 刚刚国民党的王宏威委员 还好意思来这边举牌 说是民进党拖延议程 罔顾学生权利 但今天变更议程的人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两党联手 不顾学生的利益 今天谁不顾我们的学生 谁不顾我们的孩子 孩子再说一次 都是我们的心头肉 不应该变成 大家为了政治利益操作的人血馒头 真的只有国不要脸 不要脸 黄国昌还在笑 不要脸 好 请尊重委员发言的权益 拜托各位 谢谢 院长 北游委员 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 事实上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处理了 因为海院长调和顶难 希望再有一次沟通的机会 我们也都善意的接受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到了今天 我们真的有机会处理 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 刚刚非常多执政党的委员 针对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 有很多指教 有很多批评 我相信 在里面论述的内容 可以清楚的 让所有的国人看到 他们是多么担心 多么害怕 这样一个调查委员会会成立 民主进步党 为了要阻碍 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的成立 甚至刚刚已经有委员在这边发言的时候 大方的承认 我们发言就是在拖延时间 那也有委员在上面 不许用人声攻击 说我们是不是要把手伸到国发基金里面去 甚至有委员在上面进行个人的侮辱跟攻击 说我们是不是要炒股 我坐在下面听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可笑 但也非常的难过 可笑的是 我从来 不炒股的 我从来不摸任何股票 甚至把手伸到国发基金的是谁 我来跟大家好好地报告一下 之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有一位立法委员叫做盘梦安 盘梦安说 我们的国发基金已经沦为纾困基金了 我们的国发基金 不可以让执政党的黑手伸进去 所以他那个时候要求 他要求什么 他要求说 国发基金应该要用法律案来加以处理 成几何时 这样子主张的民主进步党 连一个国发基金调查委员会都担心 我们来看看 谁真的把黑手伸到国发基金里面去 刚刚有很多委员提到了联合再生 没错 我们的国发基金 为什么会投资一个亏损 上百亿的联合再生 我想当初呼吁国发基金要改革的盘梦安 可能要率先出来讲清楚 为什么联合再生花了几千万 帮你在屏东那边养人 这才是 难怪民进党要挡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